猜一猜 图中是什么故事呢 这是月亮 兔子 还有一个人被UFO掉着 那要这么说 莫非这个小姐姐是嫦娥啊 那所以说这个故事的名字叫 嫦娥奔月 我去还真就是啊 嫦娥被UFO带着 这好端端的一个神仙姐姐 那怎么被你描述的跟个外星人一样 难不成还想让嫦娥去M78星云拯救世界 你这 一派胡言 离谱 太离谱了 这又是什么呀 一个蛇人小姐姐在在在补天 女娃补天 你这 来 让你们说说这有多离谱 女娃娘娘补天拿的居然是个电汉 你这设计的倒还挺细节 知道电汉黄眼睛 还给女娃娘娘配了副墨镜 这都不算啥 你再往这看 女娃的腰带上还是个高档货呀 没想到还是个富婆 下一个 一个人穿着人字托 手拿电钻在凿墙 那这莫非就是 凿臂偷光 不是 你策划你读的书可不多呀 人家那是凿臂偷光 你拿个大电钻子偷 那不得把邻居们吵醒了呀 这不合理兄弟们 而且大家都知道 宽恒人家是为了看书学习 才凿臂偷了邻居的光 可你看看你这个 穿个人字托 旁边摆个床 怎么着 摆烂呐 你管呐 你就索尼才没猜出来吧 呃猜出来了 那不就成了 嘿行 那我也无力反驳了 既然斗嘴斗不过 那就只好让小伙伴们 一人一张电邮表情来嘲讽你了 小伙 你知道错了没 我错了 知道错了 以后说话就给咱们客气点 来看下一个 三个人 其中一人手拿自拍杆在拍照 呃 前面还摆着蜡烛和贡品 那这三个人 莫不就是 刘备 张飞 关羽 想要表达的故事 不会就是 桃源三结义吧 我去 越来越离谱了 怎么着 三兄弟结拜完后 来张合影纪念一下 那咱就是说 你要不要顺便发一个动态呀 下一个下一个 这关羽又要干什么 开着坦克 左边插着青龙咽乐刀 这莫非描述的就是 单刀附会 行 关羽也长本事啦 咱们都知道 单刀附会讲的是 关羽去参加鲁素设的鸿门宴 但人家的重点是单刀 你这开个坦克是什么意思 坦克附会 那不得直接把人家鲁素给轰使啊 这游戏简直震惊我一万年 你越玩越离谱 你们说对不对 对 来 那大家也觉得离谱的话 再评论区输入震惊狗 让我看看有多少小伙伴们和我一样 当然了大家可不能只看不赞啊 快趁现在赶紧给视频点个赞去 好都赞了吧 行那咱们继续来看这个 一个人开着车追着太阳 我明白 这明白了就是夸父卓日 但策划 我就问你啊 这开车在限速60的想法下 夸父他能追上太阳吗 不过人家倒还是挺注意细节的啊 知道夸父要翻山越岭 还搞了个越野车出来 辉哥 我怀疑你在阴阳怪气 来 看下一关 这描述的是个啥 一个人骑着马追个开车的四个人 辉哥 这你就看不出来了 这是三样站旅布呀 骑马的是旅布 开车的是刘贝 车里坐着的是关羽 干杯和董卓呀 我去 这这这 离了个谱了呀 你们看看 手拿皮穿子的旅布 和手拿水枪的关羽在打架 再看看张飞在干嘛 加油助威 不是大哥 你们在搞笑吗 别急 再看一下后面的建筑 布宫 鸟巢 东方明珠 啊可真够杂的 最后一个 这是开着挖掘机挖石头 旁边还有一座山 那要是没开错的话 这位老人家叫鱼公吧 行 你们还就真就不让我失望